大家好,我是中大沙 現在呢,我是廣州Snearcon 兩位企業的粉絲 小米地 這就是在油的地方 好 好 可以 你忙吧 這個,來來來 別笑抽了 看著五彩老師的視頻長大的 特別是那一期寫給新up主的十條建議 激烈的 對對對,反復看了十遍 所以說想做這行呢 居然可以多看到五彩老師的那一集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看了十遍 真的,真的十遍 十遍一遍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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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偏工业的 偏充弦的 从一个偏工业的 偏充弦的 它是这个改过来的 对 偏充弦的 对比一下 改成了一个控向手工感的 通过一些的鞋子 哇 那我肯定会选这个 因为这个底呢 这些缝线啊 都是用不得意的靴子制法 来缝制的 对对对 很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 Red Wing 那种 对对对 才今天 SnakeCon 去逛了一天 我发现一个宝藏店 就是它能够把一双1970改成这个 其实我以为这个皮头是本身就有的 这个是我来设计的鞋子 对对对 因为那它是需要改装嘛 对 给人一种改装的风格 它整个鞋面都是用橡胶 5M橡胶彩片去做的 然后大底用不得意的做法 来做成了现在的大底 其实 眨眼一看它还是一个AJ1嘛 但是我细看 其实整个风格都不一样 对对 它的风格啊 它的细节啊 都是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其实它就等于是一个球鞋 克制的一个计划了 其实它并不单单是大底 因为我觉得 可能大家看节目知道我不要 之前会喜欢穿这个 衣装靴 但是做球鞋节目以后 我每天都穿球鞋 我觉得这个可以 所以我后面单独出节目来 我拿几双鞋过去改一下 给你们看看是什么风格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扣个1 对吧 在屏幕上面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这种风格 其实我自己更喜欢的还是 还是这个 哇真的很酷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橡胶原来可以这么玩 对对对 但是我们扎大底也可以这么玩 然后这个鞋子 可以改成另外一种风格的多变性 对 接下来我试一下它这个叫做 哇这是个冰 冰上纸吧 试一下看 拍得到 拍得到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这个真的是我今天最感兴趣的 就蝙蝠长一点跟大家聊一下 然后这个底刚看的是那种 让光滑的 有一点点像沙子的感觉 对 它里面会有克制的地方的颗粒配品 所以说 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 AJ1猪油那个一样的特别 对一样的格级 所以说这个web你看 就雪地靴也不用买了 然后登山鞋也不用买了 还有什么不用买 我觉得生活中的鞋子 几乎都肥不用买了 还有防水点的 淘水的 淘滑的 带磨的 湿利指滑的 冰上指滑的 花了三分银的 对 好多金都卖了 你们知道外面的大底是可以验真假的吗 如果你买了一双日产的1970 花了很多钱 怎么验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科技 但是 这太牛逼了 鞋底的品牌可以验真假还是这种 你们知道这个黄标是用来干嘛的吗 一个是品牌标示 一个是正儿八经的黄伟 而且全球的都可以一样的 标是真的 全球的V底的这个黄logo都是可以一样的 它到底什么科技呢 大家评论自己猜一下 太多东西了 太多东西了 恭喜你 你要选哪双鞋 可以选哪双 可以选哪双 这样你盲选好不好 你现在不知道哪双鞋 你玩个盲选好不好 盲选是吗 来个盲选 盲选盲选 盲选 中间 中间这个 你猜是什么鞋 我猜 是最适合你的鞋 真的吗 缓震极佳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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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缓震极佳 然后销量极好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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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找我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 太极品克斯粉丝特别版 谢谢 来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很适合你很适合你 选一双选一双选一双 选一双 原来是一起了 第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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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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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人放给你 锤子 剪刀布 所有出锤子的手放下去 锤子的手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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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锤子剪刀布 所有出布的手放下去 就是还挺少见的 谢谢 好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五三哥 美白来美白 谢谢念真哥 念真哥 念真哥 谢谢谢谢 谢谢来吧 我们游戏是不是说 配对成功的小伙伴们 可以每人领走一双鞋 然后好快哦 突然一下冒出一堆重鞋 然后 然后 等一下我说一下 就像是上海 找我 要个素材 然后我素材丢了 这种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江青云 然后这次是来广州看鞋 怎么样感觉 上海跟广州什么区别 广州好一点 广州好一点 密集 对对 但广州来说上海相对于 唐馆肯定是不得的 对唐馆肯定是不得的 唐馆肯定是不得的 对对 有买鞋吗 没有 为什么 上次买了一双 纯白衣衣衫 还是自己带过来的 我这次也带了一双 阿甘兰地球日 来找了一个唐馆肯定 也是签到了 也很开心 目的也算大道 对 北京过来的 北京过来的 华士墓园 对对对 昨天还没 昨天没有来 就是做了一个卧服过来的 今天晚上回去 每天再回去 每天再回去 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点东西 一双是 一双一双 给我爷爷买 爷爷买 爷爷没有穿过 可以比较小心 然后呢 然后还给我买一双一双六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给家里的买鞋 对对对 就把自己的这种 喜欢球鞋 分享给他们 对对对 把自己做球鞋测评 自己做球鞋测评 频道这里打一下 我这个是叮叮测评 叮叮鞋评 叮叮鞋评 一般是打实战 对实战斜评 也有街跑步斜评 OKOK 刚做一个月 坚持坚持就能坚持就好 你到后面 反正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坚持下去呢 总会有更多的人来去交流 我是乐在激动的 好 这次广州C-Con之旅呢 到就结束了 短短两天时间 经历了很多 对于我来说 更像是一个球鞋圈的年度 不管是从喜欢球鞋的观众 或者说群体也好 还是我们做视频的同行也好 还是品牌帮也好 都是一个尾压 那么2019年呢 球鞋圈从一个小众的东西 对吧到大众化 经历了很多事情 有好的有不好的 对吧 又有不少乱象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行业 从出生到成熟到发展 一个必经之路 那么2020年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 以不一样的目光来看待 自己喜爱这个球鞋 也不会那么去追风 对吧 每个人都可能更加有自己的看法 这也是现在可能球鞋频道 越来越多的一个 就是小的兆头 对吧 大家也能看到 然后呢就是 感谢吴才 对吧 还有感谢吴念真 我们三个人在一个 小小的摊位里面 见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然后做了很多的福利回馈 也做了很多的游戏 这些体验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球鞋 它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然后每个人身上 都有不同的属性 有不同的工作 有不同的见识 有不同的见解 那么因为这一个爱好球鞋 我们能够走到一起 从观众 从同行 从品牌 都能够吸收到非常多的营养 和非常多的一些经验 真的有的 有一个台湾的观众 跟我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从他生小孩 对小孩的教育选择 然后对他自己打球 他自己的伤病 然后他对球鞋的理解 表达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说这种沟通和交流 我也希望能够在我的视频里面 跟屏幕前的你有一个互动 当然说20年呢 我也会提升我自己的视频质量 对吧 更多的能够回馈到你们 更多的能够把自己的 这个知识水平 包括视频质量往上拉一拉 因为有一点是我觉得我最看重的嘛 就是大家用心的来交流 用心的去沟通 这种沟通是最有效率最有价值的 那么20年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通过我的频道能够联系到消费者 也就是屏幕前的你们 然后我们的意见沟通 能够很良好的很友好的反馈给品牌 然后品牌呢通过我对大家的汇总 来改进他们产品对吧 不管是从价格方面 性能方面 材质方面 然后还有些科技方面 然后呢产品再回馈给消费者 这是一个三方有利的一个事情 像说19年没有做的很好 但是也替大家去做了 所以说这是我比较感兴趣 比较要去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20年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你我都能够做到一个 达到目标吧 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最后呢感谢思念康 也感谢思念康的各位 能够让我在这两天感受到不同的信息 有思维的碰撞 对吧 有一些经验的交流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 那么20年思念康也会有更多的场次 和不同的城市会去到 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在那儿遇到 苹果圈的你 然后祝所有人啊